好,在程式已經做好之後 我們來啟動和基本設定 那啟動的時候就是執行NIPES底下的執行檔 NIPES這個執行檔 好,那我們首先來做一下 執行這個NIPES的執行檔 那如果說有什麼自動檢查什麼的 我們DISABLE掉,不要去自動更新啦 不用做這個動作 好,那我們來可以把你把它開起來之後 可以對照著我們這個撰寫的東西來做設定 好,那它是在View 檢視這邊去點Change Language 改變語言,然後選擇Traditional Chinese 好,之後重開 好,所以我們在這邊View,然後Change Language 好,那預設是英文啦 好,那我們選擇繁體中文,然後選是 好,重開之後就會變成中文化了 好,那下次執行的時候 它就是會中文的 好,那我們來第三個 我們來改一些建議的設定 好,那這是可以自己個人的調整 那只是一個參考的建議 是由工具選項這邊去做設定 說明有工具選項這邊來做設定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一般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會設置是利用電腦閒置時間來做一個鎖定 鎖定就是說 它鎖定之後你就不能用了 你就要去打密碼 才能開啟NeePass的功能 所以一般我是勾這個啦 這兩個只要選一個就好了 NeePass閒置多久使用 還有電腦閒置多少鎖定 一般建議就是鎖定 開一個就好了 那我通常是用電腦閒置時間 因為NeePass可能會閒置很久 但是如果一直在使用電腦的話 表示我人在電腦的前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做 電腦閒置時間的鎖定就好 那我這邊是設比較久 是10分鐘 好 那剪貼布 剪貼布就是說 你做複製貼上的時候 它保存多久 那12秒的話 我覺得是很短的 太短了 所以我把它改長一點點 30秒 好 所以這裡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 介面的地方 介面就是這裡 介面 好 那一般我是 NeePass不用的時候 通常就是把它 最小畫在底下這邊 所以我一般這個會打勾 關閉按鈕插 將主視窗 最小畫不結束程式 然後再來會做一個 最小畫後不再工具列顯示 所以是這個 最小畫後不再工具列顯示 好 我習慣是會做這兩個 然後最後調整一個進階的地方 進階的地方 進階的地方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 在關閉或鎖定時自動儲存資料庫 這是為了避免說 有時候我們改了資料之後 忘記做儲存的動作 如果說 我要把它關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做儲存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個打勾 然後 在關閉鎖定時自動儲存資料庫 然後 自動搜尋鑰匙檔案 這就要看你自己了 要不要把它打開 我們把它看一下 自動 自動搜尋鑰匙檔案 預設是打勾的 那 如果你不把它打勾的話 是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但是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這是看個人的習慣 那我這裡是暫時先把它取消 好 確定 設定就這樣完成 那有一些地方 可能要稍微再看一下 它的快速鍵 快速鍵在 一樣是工具選項裡面 有一個叫整合的 那它快速鍵的話 全域自動輸入是 Ctrl LTA 這個會比較常用到 所以大概就是把這個 快速鍵記起來就好了 那稍後我們也會再用到這個 快速鍵 就是這樣 好